主要是因为这个面包 我们要把它变得更脆口 所以我们就用热压的方式 给它更平坦的去 接受这个面包的热度 然后同时它也可以融化到里面的起司 给它吃起来更有脆度和juicy的感觉 有不同层次 一先脆过后晒到汁 然后带到你的灵魂黄瓜 我来自Lofo永平 然后我姓姜明德发 然后是库巴长车的创办人之一这样子 我叫阿古 就是阿古的阿阿古的古 然后我不懂在这边说 你也不懂是不是 我也不太懂 其实我们库巴三明治呢 其实是卖的是古巴三明治 然后其实这个古巴三明治 是来自一个中美洲一个国家 叫做古巴 我们就利用这个名字来取一个谐音 然后你把古巴念十次 就会变成古巴古巴古巴 古巴不是这样 我们是用那种水分比较多的法国面包来去制作它 它会变成暖欧面包的一种 然后让它就是吃起来口感有点嚼劲 软软嚼劲 然后脆脆的 对它会脆就是因为我们有 外表涂了一个butter 然后再去煎它 然后里面内馅就是会有我们就是 搭配很多意思香料的猪肉 它是有腌过有煮过 然后炖过 然后再把它铺在面包里面这样子 然后里面再放cheese 再放培根 再放特调的sauce 还有一个灵魂 黄瓜 黄瓜对 黄瓜是灵魂是不是 对啦 因为整份都很油腻 画了一点筋 就是黄瓜就是结腻的一个作用这样子 其实猪肉我们用的是安心猪 比一般店面卖的猪肉来讲 我们的快递会稍微好一点点 是因为它的肉感也会比较Q嫩 然后再加一些意思香料去弄 我们还用一些水果汁 然后再去腌过 腌大概是 七七四九天这样子 有什么觉得是让你感觉特别灰心的地方 哦 有 好灰的 下大椅 然后帐篷倒 然后车带坏掉 车坏掉在路上 对 就是这么灰啦 有时候 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有问了 就是说 我们有开始了 但我们的终点是要去哪里 古巴终点 然后终点就是要做成 比Maddonut还要厉害的 本土快餐店 然后创造更多的聚业机会 让每一些人 不需要到国外当外劳 在本地你也可以很开开心心的过生活 不只是陪老婆小孩 甚至可以陪自己父母 自己身边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 在这社会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 Diego